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日读经 我是光启社的社长马萨阿基 今天是常年期第十一主日 星期三 马斗福音第六章一到六节 十六到十八节 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应当心 不要在人前行你们的人意 为叫他们看见 若是这样 你们在天赋之前就没有赏报了 所以当你施舍时 不可在你前面催号 如同假善人在会堂 及街市上所行的一样 未受人们的称赞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获得了他们的赏报 当你施舍时 不要叫你的左手 知道你右手所行的 好使你的施舍 隐而不漏 你负在暗中看见 必要报答你 在这个世界上 大多数的宗教和犹太教一样 将施舍 祈祷 祈祷 和灾戒 视为宗教行为的三大支柱 可是一旦这些行为被法律化和制度化了 就容易沦为一种例行公式 变得肤浅和虚伪 当时马斗所属的小团体 正是活在犹太教这种信仰氛围之中 需要重新界定他们作为基督徒的身份 所以马斗邀请他们 以耶稣的话 净化一切宗教行为 以福音的精神作为取舍的准则 就如同他以前对待犹太法律的立场一样 耶稣基督确立了一项基本原则 任何仁爱工作的意象 单单为天主而做 不能为了博人赞赏 或谋求权势地位和特权 他称呼那些炫耀祈祷的 在街角和市场上高调的施舍的 还有哭上着脸 面带愁容 为了叫别人知道 他们在进食的人为表演者 假善人和说谎者 这种尖锐的批评 判定了法利赛主义的罪罚 但是这种古今长存的恶极 能够传染众人 往往特别得到宗教人士 或者罪易受感染的高危险人士的助长 各位观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如何将施舍的爱德 祈祷或是摘戒的善行 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呢 您是否能够省察到 例行公事与天父的慷慨慈爱 这两者之间的不同呢 祝福您平安喜乐